来给各位美食大咖来个大特写全家福 好饭咯 今天只有我跟小朋友们一起吃饭 所以我们点的菜不多 我们的目标是全部吃完 不能浪费 曼谷的中餐终于开放唐食了 真的太想念唐人街的老字号中餐了 今天来这家海外天老李家的鱼翅燕窝老字号餐厅 连门都是用拉的 哇 这里还有长龙造型的纸灯咯 好像小时候记忆当中我们上海的小餐馆呀 看这本海报就知道这家餐厅的历史有多悠久了 还有彩色汤圆咯 第一道上来的居然就是我最喜欢的鱼翅燕 哇 牡蛎好大哦 来泰国的朋友啊 这道菜一定要吃 你值得拥有 嗯 香 牛奶糖也要吃 嗯 小嘴巴 看你吃妈妈就开心了 来点蔬菜 菠菜炒香菇 布扒红咖喱 今天老板啊没有螃蟹的库存 只有蟹肉 但是不影响他的口感 这一看啊就是海虾 个头不算很大但也不小咯 看着还是很新鲜的 啊好香啊满满的锅起热气腾腾的 我们家的爸爸都很独立喜欢自己吃饭 姐姐喜欢粉丝香 妈妈给一个蛋蛋哈 牛奶糖多吃点菜菜哦 姐姐喜欢吃粉多吃点 今日份小美好跟丁丁一起吃饭 丁丁拨下你吃下 我们临时加了一个菜炖羊肉 吃不完可以打包回家 小朋友都喜欢吃羊肉 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啊 如果在泰国的餐厅看到羊肉 千万不要错过 因为这里很少有餐厅卖羊肉 知道为什么吗 我是丁丁 让你多一个角度认识泰国 我说是吧 我说是吧